喜欢本故事,别忘了在故事下方礼物赞赏一下。 胖子外公这在想起来,他唱的可是音戏给鬼听的戏。 主人家根本不会请老百姓来听戏的,因为这样会显得对鬼不尊敬。 既然没有老百姓,那河边这些黑压压的人头又是谁呢? 不琢磨还好,可是这么一琢磨,胖子外公瞬间惊出一身的冷汗。 他已经隐约猜到这些东西不是人了,可能是孤魂野鬼,也可能是幻化成人的妖怪。 胖子外公是不敢跟自己徒弟名说的,他知道自己徒弟胆小,一旦知道桥下面聚满了鬼,肯定会直接吓晕过去。 好在胖子外公也唱过几年音戏,对这行的规矩也算是门清,于是他强行压下自己蓬蓬乱跳的心脏,直当是没看到那些黑影,继续唱着稀疏梦。 到这会儿,胖子外公算全明白了,原来这富商请自己到深山老林搭台子唱音戏并不是为祭祀鬼神,而是为了发大财。 因为音戏班子老师傅曾经说过,大部分鬼魂都是知道好歹的,只要他们来听你的戏就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回,他们知道阴间的钱在阳间不流通,你会拿一些墓里的小古董来犒劳你。 瞧被那些残破古董,显然就是那些鬼大爷的赏赐了。 难怪这富商一没工作,二没工厂,却天天花天酒地睡小姑娘,感情钱全都是贩卖古董赚来的。 这次他肯定不知道从哪儿探到的消息,知道这山里有座大墓,所以才请人半夜三更地来唱音戏跟鬼换古董。 既然看穿了富商的阴谋,胖子外公又怎么会让对方奸计得逞呢? 于是一边唱戏,一边想着怎么才能全身而退,又不触怒何边这群听戏的鬼魂? 本来遇到这种情况,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一直唱,唱到太阳升起来,那些听鬼戏的鬼就会一哄而散了。 可胖子外公已经连续唱了一上午,嗓子都已经哑了,哪里还唱得下去啊? 更何况屁股后面还带两个小徒弟,一旦让他们露出马脚,那在场的一个也别想活。 于是胖子外公牙关紧咬,果断选择另外一种解决办法,那就是混入这些孤魂野鬼的队伍当中。 混进去?怎么混法啊? 我听得津津有味。 一个大活人混进鬼群当中,怎么可能不被发现呢? 这个我外公自有办法,胖子笑道,唱个阴系时戴的鬼面具,上面的嘴唇和眼睛并不是用颜料画的,而是用死人血画的。 死人血本身带着阴气,有了阴气的掩护,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容易被鬼发现。 我外公当时就想,他娘的,左右是个死,还不如拼一把。 于是带两个徒弟,就跳进黑鸭的鬼群,那些孤魂野鬼一看没戏停了,顿时就炸开了锅了。 我着急问道,那后来呢? 胖子微微叹了口气,哎呀,后来啊。 其实,后续故事并不长,因为自从那一晚之后,胖子的外公就再也没有回来,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 而他两个徒弟就更惨了,大徒弟淹死在桥下,二徒弟变成傻子,每天出来傻笑,就是神神叨叨地跟人描述那天晚上的阴戏。 胖子之所以知道这个事情,也是他母亲告诉他的。 没想到,胖子家竟还发生过如此诡异离奇的事情。 今天这么一听,再一看,村口那些红嘴唇好像僵尸一样回家的村民,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 对于牵扯到鬼的事情,我还是有些不信的。 我说,胖子,这事是真是假呀? 废话。 胖爷我虽然喜欢吹牛逼,但是也不至于拿自己外公开玩笑啊。 我摇里摇头就说,那就真心邪门了。 胖子挨声叹气地说,而可惜了我外公啊,他奶奶的,几十年过去了,连尸里都找不到,害得外婆日日夜夜哭下了双眼。 胖爷要是早生几十年,肯定得把这事情给查清楚了。 这时候,我心中忽然一转,就说,胖子,你知道你外公在什么地方失踪的吗? 有没有具体的山明,哪怕是大概位置也成啊? 这我还真不知道。 胖子摇里摇头就说,不过我记得我母亲说过,那个富商啊,当时虽然赚了一大笔,但最后呢也遭了报应。 他家的古董啊,全部被国家给没收了,还被拉去枪毙了,听说啊,没收的古董,全都是三国时期的宝贝。 我猛地抓住了关键词,等等,你说什么? 三国?胖子一正,随即惊呼说道,哎呦,我操,不会这么巧吧? 我说,这天底下巧合的事情多了去了,毕竟建国之后, 文物部门发觉三国遗址是很少的,全国加起来也就那么起初。 按照你说这个故事里古董数量来看,当时你外公唱音线的地方,肯定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三国古墓。 还没等我分析完,胖子就狠狠拍了一下大腿,就叫道, 他娘的,我想起来了,我母亲说过,他小时候就是在商丘长大的, 后来我外公失踪之后,全家就辗转搬到北京。 妈的,商丘,这里不就是商丘吗? 我也被胖子这一重大发现给惊呆了。 商丘,阴系,古董,左耳村, 这些看似八杆子打不着的词,现在却被一根线紧紧地穿在了一起。 就仿佛命运女神冥冥中做了一个决定,决定我们这一趟必有收获。 还没等我们来得及,缓和激动的心情, 王源潮就突然将我和胖子拉进礼物,然后紧紧关上房门。 胖子被王源潮这么一推,摔了个狗吃屎, 他生气地骂道,哎呀,英王的,你发什么神经啊? 小声点,我还没有动静。 王源潮冲我们嘘了一声, 然后指了这窗外,示意我们过去听一听。 王源潮突然这么警惕,让胖子立马就闭嘴了。 我们三个偷偷摸摸地来到窗边, 听着屋走外面的动静。 那是只有磨刀才会发出的声音。 这突然出现的磨刀声让我浑身一阵激灵, 心中暗骂,这左尔吞果然有古怪。 大半夜磨刀还在我们窗外, 不是对我们下手是什么呀? 虽然已经知道对方动了杀机, 但是我们并没有贸然出动,而是静观其变。 只听一个人用猥琐的声音, 自言自语地说道。 三个人, 吓起来六只耳朵, 可以跟赵王爷换好几顿美残了。 美, 真是美啊。 听那声音, 说话的人似乎馋得连口水都流下来了。 这声音我越听越熟悉, 好像就是先前在村口遇到的那个赖汉所发出的。 和声音我说道。 我说话不应该入口水, 哲学去,